继续回到第三场的赛事 这一座四班一千的短途来的 状态fit的嘛 其实都有四匹马 有三只大帽子的状态 也可以留意党位分布 至于配备改动了 三岁街景临门 我发觉业组和马房 这期多了很多只未淹的 较为年轻的马 这只都是未淹的三岁马 它就初用环形行银铁 另外七号的沿途有礼 初戴棉窟 九号的谦谦君子 他就初戴防沙眼罩 扎利就照舊 上次是退出的 好了不可挡 可能贵宗 希望有机会赢 很久没赢过了 曾经透过有体力 希望能抢到 这只一定会咬着前领马 发一步 神操他又不是很有看头的马 但维持着 放松地走回来 有报名跑这些马 应该适合发挥 接着看街景临门 就看到向外面那只 迈便那只旅游高球 这只马 小小喜欢中低的头 不过我觉得可以给他多些时间 样子不错 接着来就是银河飞马 近镜275 迈便那只维港奔楼近期都拍很多 马开始勒手做事 至于银河飞马就急 马神操之声来的 经常都好像抢着走 好了 再看浪茄仔 因为搭手疆城 他还要遷就 你很明显 他跳功夫的时候 这只马刀 可能真的三岁 泰国年轻 让他再拿多些经验 你一换脚各样东西都要教他 接着是银河飞马 这只马就跑过菊草 当然草地 它以往远远没有泥地那么好 他赢过一次草地 那次还要是变化地 落大雨 其他全部草地都不行 看江口沿途有利 会不会又说拍天天赢 天天赢都赢 天天赢都赢 你看到江口 其实这些马仍然在调校 船里多彩 近期也试了一个800米的直路集 当然也试得出色 因为这些有速度的旧马 你遇到很多都是一些质身马 就算你遇到旧马中间 那只银梁威龙的灰马 它也不是特别擅长 所以船里多彩赢这个集 也是合理的 旁边就是亲爱的 大家都不是高分的马 整堆一起过 好了 那神操就很活跃 希姐 如果你再试短一点 我想它更加… 因为它已经吞死了 已经吞吞声了 如果你这样看 当然是很厉害的 的而且确 它有色水 那样东西真的饮得很好 你看看对比一下 看看这只谦谦君子 落出草地 沿路走起来 马也不是很协调 也不是太顺畅 它有一个伤患图案 就是上次退出了 刷伤下的 对 对 你看它的配备 也要整理它 希望马的情绪可以再好一点 这只四岁北半球 PP回来的 顺利取胜 前面的 今早出跳 带着有缘人 带着连连行运 它还是有点厚 所以你看上次 假结尾跑这只马 它早段有点拉不到 所以跑短一点 希望它走得顺 欲成精彩 赢你创福威 那次 其实之前应该要赢它 那场马都 现在真的 它就跌穿了分 在下面上回 我觉得它四班有跑 看完这一队 就时时好运 拍心想事成 近镜吧 蔡明肇事 这马其实跟福佑也有点相似 样子也不错 回到第三场 就是四班一千米 这组选了的马 就选了三只 选了二号 八号 和十一号 就选了两只出来给大家 船里多彩 很明显是当时输舌 不过我喜欢它的状态 快跳就很吸引 田泰安 看看怎样可以 搞得好这个十档 快一步就跑档 这些马就没有分 即是菊草是这样 你有时抽到内档 有些运动 就常常跑得好 另外一只就是十一 这只育成精彩 你看它以前 就是一直跑中距离 就常常都抢口 留不到 一下来一千千二 步速快一点 马走得顺一点 就连长交到表现 今早拍草地也漂亮 这个育成精彩 所以我觉得这几只马 就自己适合深水一点 至于你说沿途有理的那些马 你见它近期的粗连 一货拍调 一货迫着它要跟马 就是希望它跟马事业 但是这只马不是很规矩 所以如果这只七成为热门 你就要小心一点 这只组马 就是今季里面曾经赢过 或者曾经有好表现的 我首选我会选一只二号 那只快一步先 因为你想想 西林把马 一毫马不可挡 我刚才说了 可能季中投过 直路好像对一些 但是好像赢来赢去都赢不回 变一下 转过来谷草撞一下 看看行不行 这样的意思 接着你三号马 三岁未淹初出 四号马落场的表现 我觉得好像差了一点 那只银铛飞马 五号三岁未得 六号马严短的 我觉得 因为六号马进黄星 以前是会比较劲一点的 我觉得它这里有些不同了 所以我觉得它不够火 你再数到七号马 刚才我看都已经说了 接着都没有什么特别的了 我是怕十一 二和十一 因为两者之间有个磅位的距离 快一步不是一定要放头的 其实跟人跑更好的 我觉得 就是提醒大家 那就算你多赛 我觉得围住二十一两只 其他就临场再选 这场马慢慢量一下 它有得想一下 第三场赛事都研究过 是